服务员 服务员 我不是很舒服 先生 请问哪儿不舒服 我有点害怕 您是第一次坐飞机吧 不用怕 先生 飞机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每天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在乘坐飞机 你看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飞机上 整天都在乘上飞 不用怕 先生 放心吧 您一定会喜欢上飞机的 祝您理督愉快 好 四马丁带一些鞋 都检查过了 没问题 这些油团确实麻烦死了 竟是没做过飞机的 好 主持人 就是 再便引起来 做车子的 飞机 出力了 好 来 飞机 帅啊 帅啊 很羞 你什么都这是 大哥 大哥 你这是怎么了 哎 导游 导游 怎么了 你看 你看这个人怎么了 快按红换铃 头上那个红的 大哥 大哥 你没事吧 怎么了 大哥 大哥 你怎么了 不是告诉你了吗 不用紧张吗 怎么了 飞 没坐过飞机 你以前有没有过印记病史 起飞前就不舒服了吗 他告诉我了 我以为 我以为就是有点恐飞什么的 这 怎么这么严重啊 你为什么不报告 有亲属或者朋友 跟他一起旅行吗 没有 就他一个人 快去准备氧气 马上让他平躺在过道上 我现在去广播找医生 各位乘客请注意 现在有一位乘客突然发病 如有医务工作者 请马上到飞机中部来 机长 有一位乘客因恐飞发病 情况不太好 机上没有找到医生 我们正在采取必要的急救措施 知道了 城务长是通知我们的 做好抢救病人的准备 小冬 查看一下 去桂林的距离和飞行时间 刚过琼州海峡 还150海里到桂林 半小时内能到 可飞 广州 南国9525 机上有乘客发病 请问桂林机场天气情况 桂林机场天气不好 要么咱们返航吧 老机长 如果是孔飞症 很快会自我缓解 别忘了 两位药客还要赶到北京开会 陀飞 陀飞 你去看看病人的情况 孔飞症的乘客 一般见到飞行员 就会放松下来 是 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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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是副驾驶 你不是是腾飞吗 柳一凡 对呀 病人是你什么人 她是我旅行社客人 腾飞 你可得帮我想想办法 我是一个小旅行社 这客人要是出带什么事 我可赔不起我 你好 我是本次航班的副驾驶 飞机现在已经进入平飞阶段 今天航路和目的地机场的天气很好 本次航班的机长柯大林 已经安全飞行了三十年 您真的没什么可担心的 您听得见我说话吗 她叫什么名字 她叫贵贵 贵贵 您听得见我说话吗 贵贵 老机长 病人的状况没有缓解 看起来像是很严重 虽然看起来像是严重的恐肥症 但是病人是独自履行 我们无法了解她的过往病史 就怕引起别的并发症 现在病人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 和短暂昏迷 情况非常危险 立即返航 邓飞 马上和空管联系 陈务长 请做好乘客的工作 特别是王书记和安部长 好 等等 假如返航后病人的病情又缓解了 我们怎么向王书记和公司交代 我相信书城务长的经验 乘客上了飞机 就是把他们的生命托付给了我们 所有乘客的生命一样宝贵 好 凤总 酒吧如反行了 反行了 9525已经开始返航 大概20分钟后降落 9523已经让出高度 9528推迟起飞让出跑道 另外我们让9539加好油 准备起飞 等9525一降落 我们立刻安配两位要客 转乘9539 立刻起飞 王书记 现在那位乘客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 窒息昏迷的症状 但是我们这次的航班上 又没有医务人员 而且 前方最近的机场又被雷雨覆盖 所以 机长只好决定返航 返航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还没有完全清醒 我们一直在跟他讲话 怕他昏迷过去 兄弟 这架航班 马上就可以返航了 你不要害怕 我们回到地面以后 就送你去医院抢救 你自己一定要挺住 树林啊 我们你就不用管了 一定要全力以赴 照顾好病号 还有呢 好快向陈哥们解释 我相信 大家一定会理解的 好 我把那个发动机给修好了 那是啊 你哥是全世界最牛的鞋鞋吃 晚上我请客啊 必须都得到 你别晚了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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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子可真行啊 一停翅板跑得比对多快 没问题 算你一个 不是不是不是 9525出事了 出事了 出事了啊 立刻清理指定机位和花行道 通知机务部航线维护大队 做好一切阶级准备 还有让救护车先进厂 到达指定机位等候 其他车辆给他让路 接王淑金和安部长的轿车 要安跑 9525来了 好 9525会出什么故障 行前没发现啊 是不是咋修的发动机出问题了 完了 完了 师傅 你就不敢来下修发动机这活 这回方丈老一贤神通 咱们就都得回家了 我才刚找了一个新女朋友 你把他给我闭上 不是故障 是特勤 是特勤 重新故障 那儿 局全是特勤 不是故障 只要那儿 是特勤 是特勢 等 快跑说 软特目 航班中途返航毕竟不是小事 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 影响飞机整个航班的调动 希望别人没事吧 否则我这听飞后的第一次 就白返航了 是啊 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 王书记和安部长 已经安排转机了 发病乘客情况稳定 好 你忙去吧 好 机组应对这次突发事件的角色是正确的 体现了民航对每位乘客安全负责的承诺 但是返航毕竟给公司带来巨大经济损失 返航是不是不可避免 今天的飞行任务结束后 请大家配合安监部调查局长 明天一早我请回报